大家好,我是教绵语的张老师 那今天是牛年的大年初一 在这边先祝大家 牛年大吉大利,牛气冲天 好的,这边我们也会讲一些 用年语怎么来讲的一些 关于春节的一些吉祥语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那个春节 那我们中文那个年语呢就说 那它是中国嘛 那里面是新,然后是年 新年就是年 然后就是过的意思 过新年,所以就是 那这个就是春节 好的,那我们下一个是爆竹,就是鞭炮 那鞭炮当然首先在这边讲一下 那缅甸是其实不太允许的 除非在一些偏远的地方 或者不是大城市的话 也许还可以 不然缅甸是不太流行的 那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下 那个放爆竹,放鞭炮 我们就说 不要吴炮 不要吴炮 放就是炮 当然你也可以会听懂 人家说不要吴炮了没有 不,不可以,放鞭炮 不要吴炮 好,那另外一个是可以的 就是烟花,那烟花 我们就说是米斑 米其实是烟火 这样的意思 火电这样的意思 斑其实是花 就是那个玫瑰花 后天嘛,后天就是那个情人节 那可以送给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就是NANCY斑 那个是情人节 好,那这里讲到一下 就是烟花 那就是米斑 米就是 刚才说了 然后斑就两个连起来 米斑也是用炮那个词 它的懂词 米斑炮 米斑炮 因为大多数缅甸在这个 点灯节还有职商代节 都是会放这个烟花的 好的,下一个是拜年 那这边的拜年呢 它是说比如说像今天是春节嘛 那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去拜年 这个时候就是说 GANG CHI MINGGLA BIRE GANG CHI 其实是有这个吉祥的意思 MINGGLA也是吉祥的意思 就是说说好话 说吉祥的话 那我们就说GANG CHI MINGGLA BIRE 嗯,背大拉的 GANG CHI MINGGLA 等下切一麻 GANG CHI MINGGLA BIRE 大拉的 我们去拜年,这样子 当然这一个的话,它会真正是需要用到的时候 一般你就说,啊,念的鼓端嘞嘞,也是可以的 好的,那下一个是挂灯笼 那么灯笼在这边也是有流行挂的,红色的灯笼 那我们就说,咪宝切的 咪宝就是灯笼,切就是挂,动词放后面 所以咪宝切 好的,下一个是祭拜 那祭拜啊,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像昨天出席 是不是都会有说祭祖这样子 那我们就说这一个,或者是偶尔清明节 七月半的时候都会有祭祖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不饭可兜嘞 那比如说,啊,我们家明天要祭祖,请你来吃饭 伯伯,可兜,不得,老得也,他们也,拉撒吧 其中伯伯是祖先 他虽然说是爷爷奶奶这样的意思 但是他也代表祖先 可兜其实是我们对逝去的人也可以用 还有就是对长辈去给长辈这个拜年 或者是什么也可以说可兜 比如说缅甸人在这个,那个,得见,破碎节 还有就是这两个大姐呢,是缅甸的大姐 都会主要做的也是这样子 去拜那个长辈 比如说不是在同住一家的 那就是说,啊,去哪里了 就是去拜这个长辈 所以呢,在这边也会常常用 有些人甚至还会听到说 你突然撞到人家或者什么 有些人说,啊,就拜拜你 其实就是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但是用那个宗教佛教的这样方式来讲的 所以,不,不,啊,可,懂 好的,下一个是耍龙武师 那我们这边呢,其实每一年都会在那个 十九条唐人街那边有这个嘛 是不是,这不今年比较特别例外就没有做 那耍龙武师,那我们就说 nagagare,是龙,龙是nagare nagagare,所以如果是龙年,那就是nagare 好,狮子就是武师 就是那个千得咖喱 千得就是这个狮子的意思 千得咖喱,nagagare 千得咖喱,大吉美 那我们去看武师吧,这个千得咖 好的,下一个是吃饺子 那中国人在这边呢都会流行吃饺子 那我们就说,peto sare 寻意很好嘛,所以就是peto sare peto是饺子 好的,那这边我们再看一下 呃,刚才的是一些单词 这边呢是一个一些吉祥语哦 这边吉祥语的话 第一个是牛年大吉 牛年我们就可以说mingalashi de noane mingalashi就是吉祥的 noane就是牛年嘛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牛年大吉 好的 那下一个是祝大家春节快乐万事大吉 那春节是nete gu 然后快乐就是开心 所以就是bio ba si nete gu bio ba si 简单来讲就可以这样讲 然后呢是万事大吉 万事顺利 万事如意 都可以用现在这一个 哎呀呀 哎呀呀就是什么事 万事这样的意思 其实是顺利 比如说你今天去办事有点难度 今天不太顺利 那你也可以叫 祝你顺利 万事顺利 好的那下一个是 金玉满堂 金玉 睡是金 金玉是银 耶德纳其实是珠宝 金银财宝 满堂 必颂吧 se 苗必颂吧 se 必颂是齐全的意思 就是金银全都齐全了 所以呢他就代表金玉满堂 是因为耶德纳必颂吧 se 好的下一个是 五福灵门 那是何家欢乐 何家我们就用密大树 来讲 密大树 然后 欢乐 我们这里呢就用一个 免语上听起来很好的一个词 就是 千玉 所以就是 密大树 千玉 吧 se 千玉 就是 和平 稳定 安康 这样的意思 所以 密大树 千玉 吧 se 好的那下一个 五福灵门 那当然五福的话 绵语上只能够用最接近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两种 Yedna Naba Naba 是我们这个绵语上本身也有这个词 就是五种 Naba 然后呢就是 Yedna 是财宝 金银财宝 这样子的意思 刚才说了 但是呢 也可以当作是福 这样子 所以Yedna Naba 也可以有些人也说是 干刚千 Naba 就是好运 五种好运 刚刚千 Naba Bizong Base Yedna 好所以呢 五福灵门 我们可以说Yedna Naba Bizong Base 或者是说 刚刚千 Naba Bizong Base 都是可以的 好的那还有一个就是生意形容 这个大家都喜欢讲 所以呢就是说 Sibayet 都得Base 那生意 经济我们都说是 Sibayet 然后呢就是说 那个 都得 其实是进步的意思 就是 点起来 就是生意形容 Sibayet 都得Base Sibayet 都得Base 你都都得可以在日常生活上讲说 他新人最近有进步吗 都得啦 这样子 都得 好的 那我们再来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也是大家都喜欢的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那恭喜发财 我们就说 就是说 突然一下子变土豪了 所以 其实是有钱 这样的意思 就是住 快快变得有钱 所以就是恭喜发财 红包其实是年语上是没有的 所以呢它就是像这里的话 当然它红包我们就说 anbaum把它翻译出来的 比如说但是你去办事或者什么 需要给红包吗? 那个你就可以用茶费啊 零钱啊小费啊这些来代替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 anbaum比把奥就给一给 这样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 好的呢 最后我们会放一个在冬季的一个 武师的拜年 一小个片段 再用这个武师来 来那个祝福大家 今年特别特别的好 好的 那谢谢大家 Gisutemare